大家好 早安 我是奥乡 欢迎您在2022年12月5号星期一加入我们的凤凰早班车 头条要欢迎我们的航天员平安抵达了北京 这是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 圆满完成神舟14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陈东 刘洋 蔡旭哲 他们乘坐任务飞机在2022年的12月5号的凌晨3点25分 平安的抵达了北京 那么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的领导还有成员 都到了机场迎接来看到画面 经过了两个半小时的飞行 搭载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的任务飞机 平稳的降落在了北京西郊机场 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的总指挥部领导和成员 以及三名的航天员的家人都到场迎接 当你看到这画面飞机舱门打开之后 在医间医保工作人员的陪护之下 航天员 陈东 刘洋 蔡旭哲被依次的抬下了闲踢 并且挥手向等待的人群来致意 身体状况表现良好 而经过长达半年的太空生活 三名航天员目前还在处于重力再适应的阶段 所以这个特制的软椅是为他们提供更周全舒适的保护 三名航天员抵达北京之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 要进行全面的医学检查以及健康评估 并且安排收养 刚我们看到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四号的二十点零九分 是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的 那现场的医间医保人员也确认了航天员陈东 刘洋蔡旭哲的身体状况是良好的 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9点20分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 发出返回指令 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此后 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 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 航天员通过黑帐区后向地面通报感觉良好 返回舱其后打开主降落伞 徐徐下降 并抛开防热大底 在着陆前一瞬 返回舱启动反推装置 输减冲击力 降落后成水平状态横卧在目标区 返回舱成功着陆后 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 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 返回舱舱门打开后 医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 三名航天员陆续出舱 六个月忙碌而又充实的太空之旅 很有幸见证了中国空间站基本构型建成 我们像流星一样回到祖国的海报 我为伟大祖国感到骄傲 真的是难忘天上宫阙更念祖国家园啊 回到祖国的怀抱很踏实很安心 见到亲人同胞很激动很亲切 中国航天永远值得期待 首次六个月的飞行 星河灿烂一览无余 希望有朝一日重返太空家园 起飞 神舟14号载人飞船 于2022年6月5号 从九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 随后与天河核心舱对接形成组合体 三名航天员在轨逐流六个月期间 先后进行三次出舱活动 完成空间站舱内外设备 及空间应用任务相关设施设备的 安装和调试 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实验 载轨迎接两个空间站舱段 一艘载人飞船 一艘货运飞船的来访 与地面配合完成了 中国空间站T字基本构型组装建造 与神舟15号航天员 首次完成载轨交接班 见证了货运飞船与空间站 交汇对接最快世界纪录等 众多历史性时刻 并利用任务间隙 进行了一次天空课堂太空授课 以及一系列别具特色的科普教育 和文化传播活动 陈东成为中国首个载轨逐流时间 超过两百天的航天员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神舟14号成组三名航天员 完成载轨逐流的工作 目前已经是安全顺利回家了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航天员系统总设计师 黄伟芬他接受我们的专访 就评价神14成组 完成任务的情况非常好 处理了一些没有预想到的新情况 他也透露第三批的航天员 将会从神舟16号起 就会开始执行飞天任务 神舟14号成组 陈东 刘洋 蔡旭哲 在会工作六个月 经历空间站九种组合体构型 五次交汇对接 三次分离撤离 两次转位任务 三次出舱 航天员系统总设计师 黄伟芬 勇非常好形容 神舟14号成组的任务 完成情况 一直夸他们是老母 就是因为这状态 每次的变化 他们带来的空间站 本身的各种各样的整理 测试状态的这种 包括物资的清点等等 这些工作量是巨大 他们完成的非常好 而且还会面对很多突发的 一些比如说临时增加的一些工作 一些突发事件的处置等等 他们在这些面对新的任务 和一些要处置的 一些情况的时候 都处置的完成的非常好 现在空间站马上进入到的是 一个运营的阶段 这个阶段的话 是不是这种问题会越来越多 会针对性的对航天员 做哪些训练 未来去飞行的航天员 面对的都是已经是 建造完成的 三舱构型的 还有三舱两船等等 这样的就是比较大的 最大构型的 这个组合体的这个状态 它面对这么大 庞大的一个复杂的 这个航天器 它的运行管理本身的 这个工作量就非常大的 还要做大量的科学的实验等等 就这一系列的 就是还这个工作 都需要航天员的 掌握大量的知识 和各种各样的技能 就是对他们的知识的 储备的深度和广度 以及他的技能 这方面的要求 都会提高更 提出更高的要求 接下来就是第三批航天员了 对 他们的基本性训练 是已经结束了 已经有一些航天员 开始针对性的 执行任务的训练了 具体大概会在 什么时间执行任务 有三类的航天员 就除了我们从 就是空军飞行员中 选出的航天驾驶员之外 我们也从跟航空航天 相关的科技人员中 选拔了航天飞行工程师 以及还有科学家中 选了这个载客专家 那么他们呢 这批第三批的航天员 他们的这个知识的储备 各种专业的素养和能力 是很强的 我们在这个短时间内 对他们进行了 全面的训练 从目前来看 他们就是进步非常大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他们选 我们选他们来的时候 做的这个操纵耐力的选拔 是六个G 就是胸背向的是六个G 但是我们经过一年的训练 他们已经全部通过了八个G 包括载荷专家 对 包括载荷专家 全体18名航天员 都通过了 正就是胸背向八个G的 耐力的这个训练 所以从身体的素质和这些方面来讲 他们已经达到了 就是到空间站执行任务的 这个身体的这种条件 接下来的就是要对他们的专业 知识和技能这些方面 要进一步的进行强化的训练 所以我们在未来的十六十七 十六十七任务的中 我们一定会看到我们第三批航天员的身影 黄伟芬表示 未来会根据每次任务特征安排乘坐 在被问到是否会优先安排载荷专家执行飞行任务时 黄伟芬说 现阶段进行的科学实验 无论是航天驾驶员工程师 还是载荷专家 经过充分的训练都能够完成 凤凰卫视 霍伟伟 刘健 九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那么这一次神舟十四号成组返回地球 也带回了一批医学还有科学实验样本 为研究人类长期太空生活提供了重要依据 详细来看 那么这一批由神舟十四号航天员 带回的地球实验样本中 主要是体液还有细胞学的样本 一共包含了五大类 有八十多个实验样本 可以让地面研究团队更好地了解 人体在太空生活中产生的变化 神舟十四号载轨期间也迎来了 孟天实验舱 依托孟天实验舱搭载的低温储存设备 航天员首次进行了活体细胞的保存和载轨实验 除了采样之外 航天员本身也是航天医学科学研究的关键对象 把视线要转回地球 要讨论的是俄乌战士了 俄罗斯继续的大举轰炸乌克兰的东部 还有南部的多个城市 其中在乌军收复才几个星期的赫尔松地区 有多座的民房 因此重弹 最少有两名的平民是受伤的 不少乌克兰的民众在岸边现在在等待 期盼在俄控地区的亲人 能够渡过地孽薄河与家人团聚 在乌克兰控制的赫尔松地区 4日凌晨遭到俄军密集轰炸 室内多处地方有建筑物重弹起火 火势猛烈照亮了整个夜空 俄军三个星期前主动撤出赫尔松地区 转到地面薄河的东岸 但之后不时炮风当地 有民房被炸中 一个男人睡觉时被炮击的碎片搁上手部 天亮之后 可以见到重弹的民房仍然在冒烟 地上留下炸弹的碎片 而在赫尔松的河岸 有不少民众忍受着寒冷的天气 在河边等候 希望见到对岸 受俄军控制地区的亲人 渡过地孽薄河与家人团聚 由于战事转去激烈 乌克兰当局宣布撤销禁令三天 允许从俄控地区渡河过来的乌克兰人上岸 不过首两天并没有人前来 在岸边守候的亲友 只有寄望5号最后一天 俄乌战事已经持续了9个半月 目前的战事主要集中在 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地区 俄国防部宣布 俄军成功进击当地的 阿尔杰默夫斯克 一天之内就消灭了50名乌军士兵 以及摧毁了6辆乌军战车 俄军又说 乌军企图在南顿涅茨克方向 发动攻击 但被俄军赶入雷区 在被炮火消灭 乌军则发放视频 显示击落俄军一架卡52型直升机 英国国防部估计 开战以来 俄军已损失了大约四分之一的这款直升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把时间往前推一停点 要看到是12月4号顿巴斯战场的基站 主要是发生在顿涅茨克市以北 大约57公里的巴赫木特地区 以及离顿涅茨克市以西 约20公里的马林卡周边 在南部的赫尔松 还有扎波罗热的地区战线相对平静 星期天 在巴赫木特的前线 乌克兰武装部队第53旅 试图在巴赫木特以南约5公里的 奥珀耶特耶地区进行了反击 乌军的第五独立突击团 从巴赫木特向以南马约尔斯克定居点的彻翼 试图牵制俄罗斯的进攻主力 两次的袭击都被俄罗斯军队所击退 在索莱达尔前线的区域 双方主要是进行了阵地战和炮击 俄军的地炮群 击中了托列斯克的乌军的续点 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部 在星期天也表示 国民警卫队的仪仗队的军人们 被部署到了巴赫木特的前线 在巴赫木特的方向 由于每天伤亡人数在300人流量的左右 乌克兰军方在市立第五中学建立了一所医院 周边不足一公里处还有另外两家医院进行救治的伤员 但是现在的容量已经相当不够用 中日的当天 俄军又向巴赫木特 索莱达尔 别洛格罗夫卡等乌军的要塞进行了炮击 乌军也集中火力 炮击了邻近的顿捏茨克市的市中心 市中心的一座油库和一家宾馆被击中 在顿巴斯北线的克雷蒙纳亚的战线 俄军在西南和西北部注入了动员的部队 但是前线继续保持着平稳 在扎布罗热和赫尔松战线 除了俄乌双方炮战外 基本上处于平稳的态势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被俘的乌军的士兵指出 他们被征召到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动员的人员的这种营地 实际上并没有进行过任何的军事训练 射击的训练也仅仅局限于到训练场一两次的射击 有些人只打了两三发子弹之后就被俘虏了 有些动员的士兵也没有进行战斗前的各种卫生救助的训练 而是乌克兰军方强迫动员的士兵进行挖战壕 乌军试图通过这种方式 能够制造出许多的阵地和大量的地面的士兵的假象 以欺骗俄军的航天侦察 星期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表示 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将访问顿巴斯的地区 外界揣测的时间可能会在明年的2月24号的左右 这也是俄乌战争进行了整整的一周年 富豪卫视卢宇光莫斯科报道 至于针对西方宣称要来对油限价俄罗斯负责能源事务的副总理 在4号就表示了设定油价上限是一个野蛮而且非市场的工具 俄方即使血减了石油的产量也不会接受所谓的上限价格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4号向媒体表示 俄方对西方实施所谓的上限价格立场没有改变 又指俄方已多次重申 这是非市场的工具是无效的 也是野蛮干涉市场 违反世贸组织所有规则 七国集团欧盟和澳大利亚早前宣布 对俄罗斯海运石油价格设置每桶60美元的上限价格 诺瓦克表示 俄方只会向根据市场条件购买能源的国家出口石油和石油产品 即使是不得不减产 也不会向实施上限价格的国家出口石油 俄方早前也表示 正在评估情况将会作出回应 另一方面 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欧佩克成员国 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 4号举行欧佩克加次部长级会议 宣布将维持石油生产配额不变 会后公报表示 欧佩克加成员国将以积极主动和预防性的方式 随时召开会议 并在必要时采取额外措施 应对市场变化 以维持石油市场平衡和稳定 在10月举行的上一次会议 欧佩克加同意从11月起 将每日平均石油产量下调200万桶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把镜头拉到乌克兰的首都基辅 现在在当地依旧在实施轮流停电 普通社区的供电非常的紧张 有一些的店家在艰难时期 发挥了邻里互助的精神 敞开大门 照顾社区的居民跟他们共度难关 基辅连续多日气温零下又停电 这家二手服装店老板说 2月份开战时 俄军的坦克已经开到了这附近 他立刻决定把衣服捐给志愿军人 我们上火之后 我们的物件们 估计电器发布了 估计人们 他们支撃的大家 我们从此为我们无法赠多年 现在是乌克兰时间下午五点 这个天已经完全的黑了 在我身后的这些居民楼 还在限电的状态 但是旁边这一座 24小时营业的超级市场 里面就有很多的居民 在里面购物取暖 还有给手机充电 这家超市准备了大型发电机 虽然受到宵禁影响 营业时间缩短 但从大停电开始 就第一时间敞开门户 成为附近居民的避风港 我们必须购了 我们必须购了 我们也购了 我们也购了 颜色热 这样热 手热 我们都准备了 在主意 有电梯 有电梯 如果有什么 我们会保持 我们已经熟悉了 实际上 主意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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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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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居民则说 他们在网上学习 用罐头自制油灯 再捐给有需要的人 停电限电可能还要持续 乌克兰人除了自救 也不遗余力助人 现在团结是他们的关键词 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备 乌克兰首都基辅报道 今天的晨早点评 我们要聊的是 俄乌冲突在持续当中 刚刚我们也都看到了 那么欧盟与美国也都宣称 将会针对俄罗斯的原油 要进行限价 针对这个话题 立刻请来实时评论员 郑浩先生上线分析 先生早 讲一早 先生您怎么看 目前的俄乌局势 未来会怎么走 而西方国家 对于俄罗斯原油的限价 决定对局势 又会有哪些影响呢 我们都知道 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了 九个半月 无论是在战场 在经济层面 还在外交层面 仍然在不断的延续当中 但是最近出现了一个 新的一个特点 就是因为在欧洲 在乌克兰 已经是进入了寒冬 所以在地面战场的部分 俄乌两军的这种 在过去我们看到的 攻城掠地的这种现象 似乎有所减缓 因为已经进入到 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季节 可能在地面作战的部分 出现了一定的 受天气的影响 出现一定的困难 但是俄军仍然是采取 远程打击 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策略 对乌克兰的主要的城市 基本设施进行远程的打击 那么这也造成了 乌克兰内部缺电缺水 出现了这样的一种状况 在经济层面 我们看到的 在上周末的时候 欧盟还有其他公益国 宣布对俄罗斯的海运 石油部分进行限价 每桶是60美元 俄罗斯当然实际上就反对 而且说可能会采取一个相应的 应对的一个措施 或者叫反制的措施 欧派克加也宣布 不会减产 这个似乎也是和莫斯科 在利用石油这方面 来对抗西方 一脉相承 因为我们知道 欧派克加里面也包括俄罗斯 那么在上一次 欧派克加的年度的会议上 已经宣布了减产 每天200万桶 那么这个据媒体的分析 好像莫斯科做了 比较多的一些工作 那么在外交方面 前段时间传出 莫斯科已经再次的 向西方国家释放出 愿意进行谈判 但是必须要接受 俄罗斯提出的一个条件 那么这个条件的一个 最基本的内容 就是西方国家必须要接受 整个的乌东地区 那么已经规划 或者叫并入到俄罗斯的版图 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 当然西方国家 特别是美国 表示坚决的反对 不可能接受这样一个条件 所有的和谈这部分 仍然是遥遥无期 从现在整体的 俄罗斯的这个 就是俄乌的冲突的局势来看 战场内部的这种战斗 已经有所缓解 但是场外就是战场以外的 各方的博弈还在进行当中 这个是近一段时间以来 不冲突的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 我注意到在昨天 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海因斯 在加利福尼亚出席一个 叫做理工国防论坛 这样的一个论坛上 他做了一个主持的演讲 他特别提到根据美国情报当局的判断 那么在总体的形式上来看 两军就是俄军乌军都在为明年春季 进行春季的大反攻做准备 包括武器装备 人员补充等等 但是根据他的团队的一个初步的判断 整体的形式仍然是乌军出于一个优势 当然这是美国的一个研判 但是他也明确的说 就是战场上的这种消耗战 其实让俄乌两军都出现了比较大的 无论是人员 后勤补给弹药方面的一些困难 那么特别的他还提到了一点 就是根据俄罗斯内部的一个调查显示来看 而这个调查是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局 支持的一个民调 那么在俄罗斯 民调的部分就是支持普京继续 进行特别行动的人和反对 提出要求进行这种和平谈判的人的 这种比率非常的接近 支持继续战斗的战争的 有51%而反对的要求进行核战 大概是47%左右 所以在俄罗斯的内部舆论上 开始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总而言之 俄罗斯战争进入到了一个僵持的一个阶段 未来形势发展 到底如何 我们持续的观察 下面 再次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与分析了 那么马上回来有更多焦点 待会见 欢迎许家 我们接下来带您掌握到的是 有多国的领导人继续向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致艳定函 并通过其他的方式向江泽民同志逝世 表示 生气哀悼 泰王国国王瓦吉拉隆公表示 江泽民主席不仅是享誉国际的中国领导人 更是深受泰国人民敬重的家人 江泽民主席1999年对泰国进行的国事访问 极大推动了泰中关系发展 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表示 江泽民主席为促进中国发展 提高中国国际地位 做出了杰出贡献 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表示 江泽民先生领导中国推进改革开放 走上经济发展道路 他在经济领域的领导成就影响深远 将为世人所铭记 肯尼亚总统鲁托表示 卓越政治家江泽民阁下 致力于巩固经济繁荣基础 捍卫世界和平 我们向他的亲属朋友和中国人民 表示诚挚的慰问 塞内加尔总统萨勒表示 深切缅怀江泽民主席 并向其缔造的光辉事业致敬 向友好的中国人民表示沉痛哀悼 吉布提总统盖来表示 江泽民主席的务实品质 创新精神 卓越才能和高瞻远瞩 将铭刻在全世界记忆中 巴西总统伯索纳罗表示 巴中关系在江泽民主席任内 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巴西成为第一个 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 发展中国家 仅向中国政府和人民 致以最诚挚的慰问 以色列总统克尔佐格表示 以色列人民不会忘记 江泽民先生为推动 以中关系发展 做出的重要贡献 孟加拉国总理哈希纳表示 孟中友好关系 在江泽民主席任内 得到极大加强 请代表孟人民和政府 表示最深切的哀悼 和忠心的慰问 索罗门群岛总理 索加瓦雷表示 索罗门群岛政府和人民 同中国人民坚定站在一起 共同哀悼 这位伟大领导人的逝世 科威特·埃米尔纳瓦夫 科威特王储米莎勒 埃塞俄比亚总统萨赫勒 卡麦隆总统比亚 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 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 阿曼苏丹·海塞姆 巴林国王哈马德 阿联酋副总统兼总理穆罕默德 卡塔尔副埃米尔·阿卜杜拉 和首相兼内阁大臣哈利德 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等 也就江泽民同志逝世 向江泽民同志家属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致以最深切的慰问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那么在最近 有多国的领导人 赴中国驻外使馆 对江泽民同志逝世 表示生气哀悼 塞尔维亚总统武器齐 3号到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调宴 表示江泽民同志 是塞尔维亚伟大的朋友 在塞尔维亚最困难的时刻 给予塞尔维亚强有力的支持 塞尔维亚将永远是 中国的铁杆朋友 归亚纳总统阿里 到中国驻归亚纳使馆调宴 表示江泽民同志 是归亚纳的亲密朋友 为推进归中政治 经济 文化关系发展 做出重要贡献 苏利南总统善多吉 到中国驻苏利南使馆调宴 表示江泽民同志 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者 也是苏中友好的推动者和见证者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在中国驻伊朗大使馆 也设立了灵堂和调宴部 接受驻帝国人士 调宴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 伊朗副外长纳贾飞以及对华友好人士 都前来悼念 中国驻伊朗大使馆从四号起设灵堂 供伊朗友好人士和驻外世界调研 使馆驾办其治安 纳贾飞代表伊朗政府 一早前来大使馆调研 并在调研部上留言 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悼念 江泽民主席也是一个伟大的外交家 他曾经于2002年访问伊朗 因为被中国和伊朗的友好关系 做出了结束的贡献 今天来了很多的伊朗朋友 他们都非常怀念江泽民主席 那一次的访问 认为江泽民主席不仅是为中医关系 也为中国同发展中国的关系 做出了结束的贡献 所以我想不光是我们中国人民怀念他 碾怀他 全世界人民都碾怀他的丰功伟绩 前来调研的金河组织秘书长诺兹里 曾在2003年随塔吉克斯坦驻华大使 向江泽民帝国书 他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我记得我记得我第一次的情况 因为我记得他们是他们的喜爱 也就是他们的喜爱 他们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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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我 我们的书 我们的书 像一个书 我们的书 跟我们聊天 我们的书 在上个世纪70年代,江泽民曾在罗马尼亚从事外交工作,与罗马尼亚也有着深厚的情谊。 现罗马尼亚驻伊朗大使,也对江泽民的事实表示哀悼和怀念。 当天澳大利亚、维利瑞拉、朝鲜、日本、塔吉克斯坦等国大使都前来调研。 中国驻伊朗大使馆4号、5号举行当年活动,不仅有住外使节, 同时呢,还有伊朗的对华友好人士以及中资企业代表都来参加当年活动。 富皇卫视约正卡穆森,德海南报道。 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在4号,也为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设立了调研灵堂, 而多国驻埃使节和前政要以及埃及典礼官代表埃及总统塞西前往调研。 当天,埃及总统府典礼官穆罕默德·纳吉姆代表埃及总统塞西前往中国驻埃及使馆调研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 他在调研册上写道,江泽民主席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人物之一, 他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篇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当天,约旦、朝鲜、布隆迪、尼泊尔、马来西亚、蒙古、缅甸、文莱、厄瓜多尔、柬埔寨等国驻埃及大使以及阿盟前秘书长穆萨也前往了调研。 中国驻埃及使馆的调研活动将持续三天,前往调研的各国使节和政要以及友好人士, 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质疑最深切的哀悼,并表示江泽民在任期内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深刻影响。 凤凰卫视张鹤艾雅,中国驻埃及大使馆报道。 镜头要转往斯里兰卡,当地的党政领导人在科伦波调研因病世事的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赞扬他为促进私中友谊所做的贡献。 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降半期,为病逝的原中共中央总书记,原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致哀。 斯里兰卡总统,统一国民党领袖维克·纳马辛哈,总理,人民联合阵线主席古纳瓦德纳,前总统,执政党人民阵线党领袖马辛达,2号到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调研江泽民。 古纳瓦德纳在调研部上写道,仅代表斯里兰卡政府和人民,就江泽民同志事事,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示沉痛哀悼。 江泽民是中国伟大的领导人,也是斯里兰卡人民的真朋友,全世界人民的好朋友,他为提升私中双边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 斯里兰卡议长阿贝·瓦德纳致电表示哀悼,正在国外访问的斯里兰卡外长萨布里,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得知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事事的消息深感为痛。 1980年9月,江泽民在中国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任职期间,曾专门率团来斯里兰卡考察经济特区的出口加工区。 在他担任中国国家领导人期间,也曾多次接待斯里兰卡领导人。 凤凰卫视,杨诗远,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布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也发布了公告表示,将会在6号江泽民同志追悼大会默哀期间,停室三分钟。 中国人民银行的公告就表示了,为表达对江泽民同志的无比崇敬和深切悼念之情,根据江泽民同志智商委员会公告第二号精神。 在6号上午追悼大会默哀期间,银行间债券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票据市场、黄金市场临时停止交易三分钟。 而中国证监会也表示,在追悼大会默哀期间,证券期货市场临时停止三分钟。 在默哀结束之后,就会恢复交易。 接下来我们要换一个焦点,来聊一聊的是美欧分歧的走向。 美国随着他们出台的通胀血减法案引发了欧洲方面的批评和不满。 现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4号于布鲁日欧洲学院演讲的时候说, 美国的相关法案会导致不公平的竞争、市场封闭,并且分裂全球供应链。 欧洲议会最大党团也表示,如果说美国执意不让步的话,也将会采取更强硬的政策。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中表示, 欧美之间的竞争是好的,是有必要的。 它可以推动全球清洁能源技术,创新转型,成本下降。 但这种竞争必须尊重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冯德莱恩表示,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在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受到了很多额外审查, 是因为它会导致不公平竞争、市场封闭,并分裂全球供应链。 他表示,与美国进行代价高昂的贸易战不符合欧洲的利益,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所以我们必须取行动,以重复资争的游战场, 在IRA和其他计则发生了强硬。 冯德莱恩称,为平衡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实施带来的全球竞争, 欧盟将调整国家援助规则,承诺帮助受美国补贴政策诱惑的企业,防止引发投资外流。 与此同时,他表示,欧盟将继续与美国合作,解决在竞争问题上的分歧, 确保新法案采纳后出现公平的商业竞争条件。 针对通胀削减法案,欧洲议会最大党团发言人费博,呼吁对美国采取更强硬方针。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则呼吁欧盟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申诉。 今年8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通胀削减法案, 内容包括提供高额补贴以支持电动车等绿色产业在美国本土发展。 这可能会使欧洲公司处于不利地位,引发欧盟等方面的忧虑和反对。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欧洲最近不平静,那英国方面则是迎来了大罢工潮, 因为英国的医护铁路以及邮政等多个行业都计划在本月就要罢工, 要求加薪来对抗通胀。 身兼执政保守党主席的不管部部长扎哈维就表示了, 如果有需要,政府将会出动军人, 以及一支在几年前成立的专业应急部队, 要维持公共服务,将罢工带来的影响见到最少。 英国现在的通胀率是创下了41年来的新高. 有多个行业,包括了刚提到有医护铁路跟邮政计划都在这个月就要罢工了, 要求加薪跟改善福利。 那么其中英国最大的护士工会计划在15号还有20号会罢工, 多达有10万人将会参与。 也有罢工的发生在韩国, 韩国的货运工会发起连日大罢工, 韩国总统迎习悦他在4号说有关部门的行政长官 会动用一切的行政力量要追究责任, 而尹熙悦也谴责6号举行的总罢工是政治罢工。 4号下午,尹熙悦在龙山总统府主持召开对策会议。 他表示,货运工会集体聚运, 妨碍货车正常开刑, 事后报复不参加罢工的司机的行为都属于违法犯罪。 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向有组织违法, 行使暴力的势力妥协, 将按照法律和原则严肃问责到底。 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于6号举行的总罢工, 尹熙悦将其视为政治罢工, 并指出货运工会为了自身利益剥夺他人自由, 拿经济当作人质, 这对法治构成重大威胁。 尹熙悦表示, 政府应当保护正常上班、返岗的司机, 并要求有关官员做好立即向汽油、 钢铁等行业下达开工令的准备。 同时, 及时寻求替代手段将损失降到最低, 如雇佣替代司机、军事人员和军事装备等。 韩国卡车司机展开罢工行动已超过10天, 导致水泥、钢铁、汽车等多个行业遭受影响。 但目前, 韩国政府和工会的谈判代表 在最低工资规则的分歧上, 暂未取得任何进展。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许佳日, 我们接下来, 我们要走一趟北京。 北京市现在购买退热, 还有止咳、抗感染, 以及治疗喉咙、 肝痛等四类的药品, 不再需要实名登记的信息了。 我们的记者在4号也走访发现, 莲花、清瘟等热门药品, 在北京的多数药店现在已经缺货。 北京市场监管局3号傍晚 调整了4类药品有关购买措施。 市民通过互联网平台或药店 购买退热、 止咳、 抗感染、 治疗咽干咽痛等4类药品, 不再需要实名登记。 消息一出, 北京多家药店的抗原检测试剂盒、 莲花、清瘟等热门药品已经缺货。 我们星期三会来次货, 你只能问问星期三有没有, 具体来什么都不好说。 这个是, 直接买,买多少都行, 但是有货啊。 莲花、清瘟啊, 今天人轻赶, 对吧, 感冒舒风都没了抗病毒的, 这是抗病毒的。 昨天我们来了一箱, 就是莲花、清瘟不到两小时, 就线上的啊, 网上订的全没了, 就别说底下卖了。 按照北京市此前规定, 到药店或线上购买四类药品, 需要在购药后72小时内完成核酸检测, 否则会收到健康码的弹窗提示。 政策调整后, 药品需求激增, 在线上受药平台, 不少药品都显示, 需要两到四天才能送达。 北京市疾控中心4号通报, 截至当天下午3点, 北京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1695例, 包含社会面筛查人员117例, 微重型2例, 无症状感染者1279例。 凤凰卫视周嘉欣赵伟, 北京报道。 至于在上海市也4号公布了, 市内的公共交通工具, 以及户外的公共场所5号起不再查验, 核酸阴性证明。 详细来看, 上海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就公告5号的零点钟开始, 如果说您乘坐轨道交通, 地面公交, 还有渡轮等上海市内的公共交通工具, 以及出入全市的公园、 景区等户外公共场所, 不再查验,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而公告也表示, 后续上海市将会根据国家的政策, 还有疫情的形式, 持续的优化, 调整相关的防控措施。 公告也呼吁市民继续落实好个人的防疫措施, 要主动扫场所码, 尽快的接种疫苗, 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疫情现在很严峻, 但似乎这感染力有所的下降, 还有症状, 我们要怎么说来看看分析, 香港电台就报道了,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 王贵强, 在接受内地传媒的访问时就表示了, 经过了将近三年的抗疫, 内地的医疗卫生, 还有疾控体系, 是经受住了考验, 而当前, 奥密克戎变异病毒株的病例是在减弱的, 万一说你感染的话, 感染这个变异株有一部分的人, 是会出现发烧, 咳嗽, 喉咙痛等症状, 使用一些对症支持的药物, 包括中药就可以, 而针对重症高风险的人群, 如果说您有使用已经获批的治疗新冠肺炎小分子药物, 一定要遵照医生的指导, 还有财经消息,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来看到股市最新动态, 美国股市是连续第二个星期, 录得了周欠的上升, 那么展望本周的话, 投资人将会关注这一系列的经济数据,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暗示会从本月开始放缓加息步伐, 刺激美股三大指数上周震荡上扬,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周微升0.24%, 标普500指数则上升1.13%, 反映科技股表现的纳斯达克指数则全周上升2.09%, 三大指数都是连续第二个星期, 录得周线上升, 展望本周投资者比较关注的数据包括, 供应管理协会ISM周一发布的非制造业指数, 周二公布的10月份进出口指数, 周四发布的10月消费信贷变化, 以及周五出炉的11月生产者物价指数PPI, 和12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物价指数出值。 不过,有分析师担心, 上月非农业职位增幅超乎预期, 如果PPI数据同样较预期高, 将进一步打击放缓加息步伐的憧憬。 凤凰威视综合报道。 举计相应股市在上周也上演了暴富式的反弹, 恒生指数全周升超过了1100点。 恒生指数上周一受到了内地疫情升温的影响, 下跌接近300点, 但随着内地的优化防疫措施, 以及美联储暗示在本月很可能会放缓加息步伐, 这消息也刺激了恒指展开三天的连续大涨, 合共上升了1400点, 到了周五才轻微回徒。 总结一下,整个星期恒指上升了1100点, 收报在18675点, 升幅达到了6.26%。 展望本周投资者很憧憬防疫政策的变化, 会为内地的经济带来增长, 大盘可能会受到刺激, 有机会上冲19000点的水平。 马上怀有第二个小时的凤凰早班车, 待会见了。